北京时间10月28日,山东路能在客场2比4不敌上海上港,赛后,山康中场球员蔡惠康接受了媒体的采访,谈到本场比赛,蔡惠康表示, 今天的比赛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踢,鲁能很强,但获胜也是意料之中,我们打出了主教练布置的记战术套路,谈到什么是自己口中的意料之中,蔡惠康直言,就是必须赢下来这场比赛,谈到压力,蔡惠康表示,我自己没压力,不会关注其他场次的结果,我们只会力争拿下每场比赛, 从次阶段不允许有一定点闪失,谈到下一场对阵恒大的比赛,蔡惠康表示,恒大是亚洲最强队,我们会去拼对手,相信我们能赢,本场比赛无类打听个人中超第一败球, 对此蔡惠康表示,作为队友我们从小一起长大,为他感到开心和骄傲,一个本土球员,一直能够不断突破自己。